天空晚了 微风晚了 看着你的脸 它是有我们 你说过想要永远和我在一起 我想什么你都会去弄 这样在一起 任性有来平 但却有你我不会客气 别睡了 别吵 快点 跟你说话呢 干嘛呀 我看咱妈状态有点不太对劲 自言自语神经兮兮的 可能这次离婚对她打击挺大的 你在家看着啊 听清楚了没有 我知道了 知道了 很可能她是抑郁症 有可能自杀的 自杀 我只是说有可能 看好了啊 她发现那个我觉得撑不不利 你别吓我 吓我一跳 我跟你说啊 那天 我妈回去哭到半夜 我这可真稀罕 结婚这么多年 我还没见她哭过呢 你是真不打算跟我妈一块过了 老成这样 过什么过呀 反正现在这也没人 你干脆老实告诉我 你跟着孙文娟到底怎么回事 我要跟她有什么 天打五雷红 那你们俩 闺女 你爸我不是那样的人 我跟你说 我现在怀疑孙文娟 她脑子有问题 她有话吃病 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你说她究竟看上我什么了 她要这么干呢 她 老天 老天 怎么来什么 老天 老天 我怎么弄的真是啊 你这是怎么搞的 别碰我你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是 这怎么回事 是被你妈弄的 一日夫妻白天 怎么这么狠的 就把她弄成这样子呀 你别胡说你 我求求你 我现在什么事都没有 你赶紧上班去 赶紧走 好不好 发生我都安排好了 你不用管 别别别 大病了 大病了呢 你干嘛呢 发生不能没人 我没事 有人 别吵醒你都这样 您这什么意思呀 您跟我爸到底什么关系呀 我跟你爸什么关系 你问你爸呀 你这么聪明的人 我现在问你 你说我干什么 你问你爸 别说别说了 静大 听话 别耽误工作 你去 走 你也走 我不走 你要不出院我也不出院 我从现在开始 我就陪着你一天二十四小时 我哪都不出院 你说你这孩子 我 受不了 不是 金 金 赶紧 赶紧 好远 妈妈妈妈妈 别唱了别跳了 妈妈 我可惜 去去去去去 别坐 妈您坐 妈您怎么想起来唱歌了 不说话呀 要不要喝口水呀 那我给你拿早点 您吃点早点 不吃 咋了妈 您别吃点了 您别吓儿子 您养了 来 我给你拿拿 武北 我给你拿 Nou 画篇 那个 你好几天没去养生馆了是吧 那个昨天那个 你徒弟给我打电话来着 说有一个人一腰椎不舒服 来找宁宁不在 那问我该怎么办 那我就告诉他 掐人中 掐人中 什么没事 是吧 你说这死不了吧 死不了 没事 哦 死就死了 有什么了不起 人要痛苦 还不是死的 挺好的 死了挺好 花姐 你别这样 你别这样吓我 我心里受不了 你还记得以前的你吗 您 您特别开朗 每天都特别爱笑 特别爱说话 我大学的时候 不是 我考大学的那一会儿 高考考得特别不好 我特别郁闷 我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打游戏 三天三夜 你认识那个 拿着工具把门给拆了 把我拉出来 指着我说 我告诉你儿子 在咱们家 哦不 在我花枝桥的字典里面 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是不是 今天要去把这句话送给您 多大点事啊 你跟我说这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没意思 我跑着呢 呼伦北尔 大草原 拜 妈 妈 你说 妈 妈现在就是有点饿 天没怎么吃饭 有点饿 你去香蕉 我不去这玩意吗 我跟您 我要吃好的 儿子 去买点东西 咱俩今天吃都好的 我 我 我不能出钱 那姐跟我说了 那个 就 就怕您想不开 让我时时刻刻地跟着您 跟着我干嘛呀 那 那我保护您 保护我什么呀 我想不开 开玩笑呢 我画这窍的词典里头 就没有那个失败两个字 啥好买啥 咱俩好好吃一顿 快去 妈那抽屉里有钱 那个 您等我回来 哎呀 别啰嗦了 周老师 对不起 我不知道怎么会变成这样 你猛猛的医生做点什么 都能招人骂的 怎么了这是 所有参与无童手术的医股人员 到夜晚开会 现在 马上 出什么事了 那姐 我又犯错误了 怎么了 那天不是童童做手术吗 因为我第一次做手术 我就想留个合影 我知道啊 那我不知道谁 把我朋友挑的照片 传微博上去了 发网上了 所以现在网友都在照片下面狂骂我 说什么 我们医护人员 把病患当儿戏 开玩笑呢 赶紧开会吧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你们知道这件事情 造成的影响有多坏吗 现在你们以最负面的形象 占据了各大网络和报纸的头条 现在院长电话都被打爆了 你们自己说 怎么办 都是我的错 当然是你的错 不怪你怪谁 好好做个手术 拍什么照啊你 我看你就是不想干 朱迪亚是有错 话要说回 不就发张照片吗 手术 我们完整的做好了 患者呢 术后恢复的也不错 这才应该是关注的重点吧 可是现在应该搞明白 到底是谁出于什么目的 要针对我们医务工作者 这个手术我从早上一直做到下午 这个孩子终于给治好了 这为什么他们就看不见呢 现在说这有用吗 第一 拍什么照啊 第二你拍照不往网络上发 是不是就没事了呢 你们现在有一千张嘴 一万张嘴 这事都没完 行了 什么都别说了 你们三个人从现在开始停职 为什么 这也太小奇大作了吧 对啊 为什么 没什么为什么 不解释了啊 你们仨赶紧回家去吧 我这外边还有一堆的记者 我要应付呢 在这件事没有查清楚之前 你们都不要回家 行 对不起都怪我 都是我错 行了 赶快回去吧 都别来了 哥 这不是童童吗 怎么回事啊 这 是童童呀 这些医生怎么这么不负责任 收了我的红包 就这么给我孙子做手术啊 红包 你给金带红包了 我给了 他收了 当然了 我还以为他是好代夫 是好人呢 你口口声声说让我放心 你就这么干的 既然收了我妈的红包 拿人钱财与人消灾 这种处事道理你不懂吗 收了老人家的红包 我无可厚非 但至少得让人心安吧 对于这件事情 我真要跟你道歉对不起 但是红包我真是没有拿 我当时只是为了 让你妈能够安心 我已经让护士还给他了 我真是看错你们这些医生了 吴先生 那个 这红包还你 我上礼拜忘了 不好意思啊 所以说 金大夫 早就把红包给你了 是你忘了给我吗 就上次手术结束之后 我就请假陪闺蜜娶 我没上包 没想到今天一来 他生这么大的事 我就把红包的事 忘记一干二净了 吴先生 其实这次 你真的冤枉拿捡了 照片的事 是我背着大家跟我一块拍照的 我没想那么多 我就只是想留个纪念 毕竟是我第一次进手术室了 给你造成这么大的困扰 是我的错 我给你道歉 对不起 其实金大姐最近过得也不好 她爸爸还在咱们医院躺着呢 值班护士还看到 她爸妈在病房里吵架 她心情肯定特别不好 但是她听到您儿子主导 一生临时有事 她又怕她的病情有问题 她还主动申请给您儿子做手术呢 所以 其实您冤枉她了 金大姐是个好医生 还有件事 我还听说 那姐原来有过产 所以她最见不得小孩受苦 怎么样 金大姐怎么说呀 护士说 金大夫 早就把红包给了护士 让她还给咱们 她就是怕您不放心才收的 那咱们误会金大夫了 护士还说 金大夫家里最近 也发生挺多事 他爸还在医院住着呢 为了彤彤 他坚持做手术 爸爸 黑是个好人 我在手术台上爬黑 是他或是我的手 说别害怕要坚持啊 爸爸知道了 爸爸错过阿姨了 金大夫 金大夫 小冬 你那里不舒服 快快快 你在这儿在这儿 快进来 你干什么呀 刚过完是到手术的 想换得点无通吗 您好采访一下 你不是这是干什么呀 金大夫 我想请问一下 这么小的孩子 生命掌握在你的手里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的伟大 所以才忍不住想要拍照炫耀一下 是吗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这是病房 病人需要休息 请你们出去行吗 各位各位 各位听我说听我说 我是晃儿的家长 那请你谈一下 出去说 快快快 继续快上 快 快 快 没事 首先 今天我想说的是 我的孩子做完手术之后 恢复了健康 我们全家人 非常非常的高兴 所以 我也非常感谢 参加这个手术的几位医生 我尤其感谢的是 主导医生金纳 今天 趁这么多媒体在 我想 向金纳医生 高明的医术 崇高的医德 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我送的红包 他们一分钱都没收 他们在手术室里头 不吃不喝 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 来抢救我儿子的生命 我就打心眼里 对他们充满了感激之情 所以 作为一名病患的家属 我觉得 一个这么艰难和成功的手术 是值得纪念的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 花姐 花姐金 我回来了 花姐金 花姐 妈 妈 妈 我以为你出去了呢 您坐这儿干嘛呢 儿子 你回来了 儿子 妈你干嘛呢 我就刚刚出去买点菜 买菜去了 对呀 买了 买新菜买肉 还买韭菜 韭菜 你最爱吃酒 这下饺子 妈 妈 你拿刀干嘛呀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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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主任 吴先生 来 你好 快点快进来 谢谢啊 谢谢你 在媒体面前 为我们医护人员 说了句公道话 真是感谢 我只是实话实说 方主任 我想问一下 应该怎么做 才能让金大夫复职呢 复职 您说的这件事 可能有点难啊 如果说是普通的医患矛盾 你们患者家属不追究也就算了 可这回金大夫他们这件事有点复杂 已经闹上媒体了 你也知道 现在医患矛盾都非常紧张 大家都觉得我们医生是强势群体 幻者是弱势群体 一旦发生了医患矛盾 很本能的就规则给医生了 所以我们必须得有一个交代 方主任 那如果我辞职 算是有个交代了吧 其实这次事件 只是我的个人行为 跟金大夫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真的 他们根本不知道我发了朋友圈 不过 我朱利亚一人做事一人当 我不会来任何人替我背黑锅的 不是要交代吗 那我作为当事人 我辞职 算是交代了吧 离职之后 我还会写一封公开的道歉信 说明所有的事情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我现在就去办辞职 朱利亚 真热吃 吃啊 尝尝尝尝尝 好吃吗 好吃吗 妈 你 你怎么这么看着我呀 你这发妈不就这么看着你吗 从小到大都这样 儿子啊 你想这么大小脖子呢 原来吧 你吃这个饺子就才十几个 后来十几个 再后来几十个 吃吧儿子 吃一顿少一顿 没事吧 妈您说什么呢 不是 妈这话说的不可 是妈做一顿少一顿 不是 这说的也不对啊 怎么不对啊儿子 什么叫做一顿少一顿 妈能跟你一辈子 总有一天妈要离你而去 以后妈不在的时候 你就自己包饺子 今天妈不都跟你说了吗 那程序啊 那个肉啊 这个一定是肥瘦相间的 不能说全放瘦的 或者全放肥的 那不好吃 不是 那就是妈妈的味道 不是 妈你怎么了 妈你有什么话 你就说出来 你别这样 让我干什么难受 妈你干什么受儿子 客观规律 就是总有一天 妈我不知吗 干嘛 干嘛儿子 妈知道你离我吃蒜 八块蒜 我的天啊 娜姐 你这也太漂亮了 你要是在大街上 我可认不出你 哎呦 还好啦 坐坐坐 你怎么说辞职就辞职了 哎呦 其实也是我自己闯的祸 自己犯的错误 必须得承担吧 可你知道有多少人 想做护士都做不到 你居然就不做了 其实做护士吧 是我被我妈逼的 我知道我自己笨头笨脑 笨手笨脚的 不做护士对我来说 才是帮助人呢 那你打算做什么 管他呢 世界那么大 我还那么年轻 什么不能干啊 好吧 对了 你知道我辞职的时候 看到谁了 谁啊 那个汪行人 无所谓 不过 这次我对他的改观 还挺大的 怎么了 你不知道吧 其实 如果不是他在媒体面前 替我们求情 估计我辞职 也平息不了 这次的事件了 而且他在方主任的办公室 还主动要求说 做什么能够让你复职呢 我觉得吧 他应该对你有意思了 别瞎说 本来就是嘛 其实他还算是 有点人格魅力的 只可惜脱家带口 他儿子的手术 即使成功 也要战战兢兢的 过一辈子 张大隋 妈 现在彤彤的病 恢复得不错 我这几天 想出去找找工作 行啊 我来带孩子 你就放心出去找工作 有方向了吗 我想先把全机馆 陪练的活儿辞了 再去出租车公司 看看有什么活儿 一来这几年赶出经验了 二来时间灵活 可以照顾你跟彤彤 也好的 来 金太夫来了 能跟你说几句话吗 好 彤彤 好好吃饭啊 金太夫 有什么事儿吗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想谢谢你 在那么多记者面前 替我说话 我知道你去找方主任了 谢谢 这是我应该做的 我误会在先 给你们带来困扰 我之前太冲动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算扯平了 重新认识一下吧 无所谓 新的 那没事儿 我先走了 主任 跟您说个事儿 这么严肃 出什么事儿了 没事儿 不是医院的事儿 是有个私事儿 跟您说 我妈不让我跟您说 但我觉得现在啊 不说不行了 你自己知道就行了 什么事儿啊 我爸 跟我妈离婚了 啊 离婚了 那现在我妈 一个人钻脚脚尖 过不去追考了 东西也不吃 一点精神都没有 我在想 你们俩关系那么好 要不你去帮我 好好劝劝她 行啊 那什么原因呢 怎么突然间就离婚了呢 说来话长 你自己问她吧 我先走了 好好好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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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姐 大姨 静波 你妈呢 大姨 你快去看看我妈吧 我妈不吃不喝也不说话了 在房间里呢 姐 花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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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 芳 你怎么才来呀 你说咋了呀这是 家里出这么大事 你也不让孩子们跟我讲 你当不当我是朋友啊 要帮我来一点儿就看不见我了 阿姨 我让人给你甩了 太丢人了 别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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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不行啊 你 朋友就是来排游解难的 太丢人了 你等着 你等我看怎么受 我 我这住院好几天了 没告诉你们 就怕打扰你们 你 你都要 你还要来看我了 不好意思啊 还知道不好意思啊 我来看您 知道啥意思吗 我明白 你是为花枝俏来的 她 她现在怎么样了 这还关心起花姐来了 是真关心是假关心呢 你要真关心她的话 你就别干这恶心人事啊 我叫你一声大哥 你以为你还年轻呢 还想再折腾一回啊 这都是花枝俏给我安的 莫须有的罪名 莫须有 你要不干这事她能说呀 这叫什么来着 这叫什么什么间啊 这活怎么不在这儿啊 这应该在这伺候你啊 这多好的疼爱你的时间 什么什么时间 她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真是 老天 别解释了 我就想来问问你 你说花姐 这三十多年跟你领着一双儿女 多好啊 金波一出生 花姐就不干了 回家去伺候你们爷子啊 这没有功劳有苦劳 我跟你说 花枝俏对我的好 我心里边都记着呢 我真是受不了她在家里边 那副慈禧的派头 为了孩子 我忍了 我都忍了三十年了 你说 得把我逼到什么份上 我才决定跟她离这个婚呢 我 那 那你都忍了三十多年了 你这忍忍不就过去了吗 你刚才都说了 我都五十多的人了 黄土埋半截了 我现在就 就想为我自己活一回 而且我跟那个孙文娟 什么都没有 真的 我们之间什么事都没有 真的没有 没 行吧行吧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我心里有个数 花姐那儿你就放心吧 我去帮你劝 养着吧养着吧 行 谢谢啊 没事 别起来啦 好多了好多了 好好好 有事就找我啊 慢走啊 直接直接找我 这么晚 我跟你说我这汤熬了八个小时 你知道八个小时什么概念吗 我在厨房移动没走 孙文娟 怎么了 你怎么来了你啊 谁 他就是那个 分什么关是吧 小芳你忙你的 哎 哎 看着我干不行你了 怎么说了 你这出来见阴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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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爱的人 什么 你怎么爱的人呢 什么 你忙你忙 你忙 又说了 不成任务 人家别人还不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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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说不成任务 你不是说不成任务 我怕你当时要结婚了 行了 我说你怎么想结婚 这话是像同事 你做了 太不像话了 做了一个医务工作者 就这种态度 孙文娟 你怎么阴魂不散呢 最开始 你是让我被人误会 现在你又怕我的腰弄成这样 你说 你到底要怎么着啊你啊 这不是我心疼你吗 是不是啊 你别生气啊 别着急 别着急 咱们在医院里头 咱养得健健康康的 白白胖胖的 然后 咱出去约会去 约什么会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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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这没事了 什么事都没有了 什么叫没事的 哎呀 兄弟啊 你 我这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你这腰还没恢复好 不能总下地 你 你看见没有 他上床 说你没说你 哎呦呦 你就是不听话 慢点 慢点 病人家说 病人进气呢 不能洗澡 什么时候有空 拿湿毛巾给他擦擦上身 保持一下 这就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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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吧 不用 不是了 你别别走 你小点声 我说我不用 不用你擦 我自己来自己来 人家刚才过去说没说 不让你动身 我上半身了 你给我 不用了 哎呦 哎呀哎呀 不用 花生巧都没给我擦 你给我擦 他不给你擦 你别别 哎呦呦呦 你药手了 药手了 慢点 慢点 什么你干什么你这是 哎呀哎呀 哎呀 别动 你干嘛呀你这是 你是干嘛擦身的 什么家属 这冤架呀这是 别 别看热头了 帮我叫护士啊 吃吧 我去找老金了啊 他说什么了 他能说什么呀 怎么着你这还指望着 他准备后悔回来 跟你复婚是吧 别瞎瞎了 你要真为老金来糟蹋你自己身体 你真不值哎 他跟你离婚 那是他没眼光 懂不懂 天涯何处无芳草啊 咱吃了他一片小草 那将来 还有一大片森林可以选呢 吃吧吃吧吃吧 吃 我不是是舍不得他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恶气 你说怎么能是他甩了我呢 应该我甩他才对呀 所以咱往后好好过行不 过得比他好 将来就让老金自己看着心眼 那天他要是后悔咯 再回来咯 咱把今天那气全撒给他 你说你现在这么难受 你以为别人会心疼你吗 你以为老金会难受 你以为那个狐狸精孙文娟会难受吗 那是你们家金娜和金不会难受啊姐 我知道我知道 你都不知道这段时间你们家那俩孩子天天在担心你 是 我也知道我应该面对现实 但是吧 那人嘛特别不争气你知道吗 你说我想你就离了呗 可是 真是太难过这个坎了 过三十多年了 他在你面前晃得什么 把把你反的呀 晃得眼都晕 但是真没这个人吧 真是太难受了 姐 就是因为老金你们俩以前天天年一起 现在突然不在你身边 你就是不习惯 那我那口子 当初走的时候 我也不习惯 这时间一长 是什么事都是没事的 你看我现在一个人不挺好的 你要真是受不了了 不行的话咱们重新再找一个呗 我不一样 你那是自然没了 我这不是自己跑了吗 你 但是你说这个再找 哪那么容易 这岁数了五十多了 找谁去呀 五十怎么了呀 你不知道你自己叫什么呀 花枝俏啊 对呀 悠有花枝俏啊 怎么我们五十了就不能花枝俏了 我们不能俏了 我告诉你啊 就找 一定要找个好的 找个比老金好十倍的 我气死他 对 找个好的 我气死他我 您看这样的事情 行了 没什么问题 你把这个驾照去回你一下 然后呢把押金交了 这事呢就成了 好 谢谢 老朱 来来来来 老朱 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呢是跟你用一辆车的 无所谓 这是老朱 你们俩认识一下 你好你好 请多多关照 好声好声好声 我白天得照顾我老娘啊 我出不来 我只能拉夜火 你拉白天的火 咱俩早六点晚六点交车 你看行不行吧 没问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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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